我问男生两个问题 他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 发没发过关于你的一些信息 就大家俗称的秀恩爱 发过 他有没有把你介绍给他的朋友 有 所以说你其实是进入到 他的生活圈子的 对 那好 那我担心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女生啊 你为什么说他老是不理解你 他老是误会你 老是不懂你 你让他做了一点小事 他做不到 然后呢你又希望他有主见 你是矛盾的 你一边强势霸道 指挥他干这干那 然后一边又要求他有主见 他得人格分裂才能做到你的要求啊 我每次让他 就是你已经把他变成了一个 你要听我话 我让你干嘛你就干嘛 我让你去收拾家你就收拾家 让你照顾宠物你就照顾宠物 如果照顾不好我就生气 但是同时你又让他有自己的态度 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有主见能帮你出主意 这是两种人 两种类型 你不能两种都想要 这不是爱 还有一点就是 你是不是还是在 没有全心全意的 就是把他想要介绍给你所有周围的人 没有 刚开始的时候 那是因为我工作关系 但是我后来的时候 就是遇见别人都会说这是我男朋友 嗯 嗯 那就好 对啊 然后爱不是要求 不是说让他听话 然后驯服他 你就是胜利者 爱也不是比较 好和不好是在于自己的感受 付出了 我不一定要非要得到回报 只要你感受得到我的爱就可以了 好吧 好 谢谢夏老师 来 陆老师 你为什么老师会发脾气 我猜应该是这样的 是人不对 不是事做得不好 现在这个男朋友 我虽然不是很爱 但因为他爱我 人又不错 但是因为我内心不是有那么爱他 所以他做什么什么事 我都感动 但怎么我也有瞧不上 怎么也都不满意 所以不是事不对 是人不对 如果他是一个你真心爱的人 他事做得再糟糕 你不会不满意 不会老发脾气 所以很多事情 不是时机不对 不是事不对 不是不想结婚 是人不对 你自己闷心自问 感受一下是不是这样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事 很多人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到底是找一个我爱的 还是爱我的 那么这就似乎于两点 第一点 如果你要找一个爱我的 那么对于你不能回馈的爱 你内心是否遗憾 你是否愧疚 还有 如果你打算跟他长久地走下去 你是否能够足够安分地对待这份爱 你们两个人都挺善良的 这毋庸置疑 但是无论是不带他去更多地跟自己的朋友接触也好 还是无缘无故对他发脾气也好 这都是你对他不够忠义的体现 你听没听我说的话吗 明白 你觉得他爱你多一点 还是你爱他多一点 我爱他多一点 别说出来吧 所以说你自己想清楚 其实选择权在你这 好吧 就这个 其实最核心的问题在于 如果我们在一段爱情当中 爱得太卑微了 爱得没有那么平等的时候 这些问题全出现了 真爱得平等的时候 不会这样的 男生 如果你能忍 你就继续 女生 不爱就是不爱 没那么爱就是没那么爱 因为对于她来说 她是有高期待的 她期望你能全心全意地 好好地爱她 如她爱你那般 好了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就是 跟你在一起这么久了 我觉得挺幸福的 虽然有时候 你也挺闹心的 但我都会照顾好你 我也不想轻易放弃这段感情 可是有的时候 我感觉你都没把我放在心上 嫌我什么大事小事都做不好 对我发脾气 脸都不考虑我的感受 如果你不改一改的话 我可能也没那么耐心呢 刚开始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很照顾我 体贴又细心 但是经过时间那么长 缺点都暴露了 你总觉得是我的错 让咱们的相处 没有以前那么开心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我 我的感受 你能改变吗 那你也要改变吗 行了 回去吧 请回 阿们 阿们